從在裡面出來 那各位來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 一巴車CCTV 從這個 合成隧道 從在裡面出來 那各位來看一下 司機員看到什麼 那各位來看一下 司機員看到什麼 已經在動了 那我在網上呢 還看到一個驚險的視頻 是從列車長的角度來看 那我們看一下這段視頻 這一段是2021年1月5日 台灣交通鐵道影像上傳的 那同樣是台鐵408次 是從台北出發行駛到花蓮 就是這一次發生意外的路段 我們看到呢 這樣的是 它實際上是連著 穿越了兩個隧道 而這兩個隧道之間的距離 非常短實際上 那麼要從穿越的時間來講 可能也就5到8秒 那麼加上呢 就發生了這種問題之後 那麼司機呢 要去這種刹車的 完全的話 幾乎是沒有什麼時間反應 對 那剛剛看那段視頻呢 如果真的是 就是案發現場 案發當時的話 那真的是 下一秒呢 馬上就撞上旁邊了 真的是完全都沒有辦法準備 所以現在網友呢 是為失去生命的司機員喊冤 那也一直在說 工程車負責人 是需要負全責 我從後面 這個跟各位打呼 有沒有機械故障 從TG MS 從APP 我是在看 泰魯閣的這個列車 行駛有沒有正常 都很正常 踩煞車 整個作動 也都正常 有沒有人為因素 那要看 你是在看哪一個部分的人為因素 譬如說我們關切的是 泰魯閣的司機 他去作動 那這件事情 有沒有進到 他最大 可以靜密的部分 看到 確實 我們也印證了 那至於工程車的部分 可能有一些疑點 需要處理的 這是全部是交給檢調 這個就是我們李委員講的 我們跟檢調事間的合作默契 大概這樣